下面引的是驅舍懸疑 驅舍倫的懸疑 裏面講學乖帝理乖是違背 隨自妄情 自以為是 不返內閣 不肯回頭 都叫外道 真理是甚麼 帝理是甚麼 帝理是真理 真理是自覺 有小覺悟 中覺悟 大覺悟 徹底覺悟 一般徹底覺悟 是明心見性 所以時不中講見性成法 這個成法並不是究竟圓滿的法 他見到真的了 佛在經上時時用月亮做比喻 你看到的月亮是水中月亮 它是假的不是真的 你看到天上月亮 月亮一個月 只有一天是滿月 看到圓的 完全看到 多數看到半月一半的 或者是月牙 月牙是小悟 一半算大悟 滿月是究竟大徹大悟 究竟大徹大悟在何時 如果往生在實報莊嚴討 正圓滿的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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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德法身 完全融入常直綱 這種是究竟絕圓滿的佛果 正圓滿的佛果 見到真月 就算是見佛了 初二 初三的月亮是真月亮 不是假的 真佛 發身菩薩 就是真佛 雖是真佛 祂還有四十一品 夢明煩惱雜氣 未斷 斷這些雜氣 是在極樂世界十佈土 十佈土 是佈身菩薩 佈身我們見不到 太大了 明煩惱雜的菩薩 見到佛身 見到佛身 還要三大阿僧奇劫的時間 無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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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惱雜氣 就斷乾淨了 先正德 常直綱 常直綱 是發身 這樣叫究竟圓滿 我們必須走這條路 這條路 保證你走得通 從哪裏落手 信 願 慈明 凱然老和尚為我們做最好的榜樣 祂不識字 未讀過書 二十歲出家 一百一十二歲往生 他就一句佛號 念了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沒有換過題目 一生未聽過一次經 未讀過一卷經 但是 那部經裡講的 你讀給祂聽 祂全知道 只是深藏不露 和慧能大師一樣的 慧能大師 亦是未讀過經 亦是未學過教 但是 無論任何經 你讀給祂聽 祂講給你聽 你聽祂講經 往往開誤了 這種是甚麼 見性呢? 窒道障礙多 雖然見性 亦不敢出頭 六祖祖要在獵人隊 避難 躲藏十五年 十五年 大家將這件事情淡化了 他才能出來 凱然老和尚一生無事現 亦即是說 他說 他大切大悟之後 絲毫無外露 人家不知道 真正有本事的人 看得出來 聽祂講話 教人 言語很簡單 那不是普通人講得出來的 從這裏能體會到 從行詞上能看得出來 是個大切大悟 明心見性的菩薩 一句佛號成功的 他能示現 敢能成功 每個人都能成功 沒有一個不會成功 只要你肯做 你有內心 一句佛號念到底 除一句佛號之外 心裏頭 甚麼都沒有 心裏頭 心裏頭 不好擺東西 為甚麼 心裏頭 真心本來沒有東西 妄心裏頭 有煩惱 有雜氣 真心沒有 我們要用真心 就是要把煩惱集氣放下 不准心裏頭 有妄想 有雜念 有分別 有執著 不准 通通將它清理出去 用甚麼方法清理 用一句佛號 心裏頭 充滿佛號 除佛號之外 除佛號之外 甚麼都沒有 這種叫念法 這樣念法 沒有一個不成就 越念越歡喜 越念越有信心 臉底下 大莊嚴 法門經道 有句話說 問慈師妮 就是問慈菩薩 問金色女 誰是愛道 金色女回答她 於她邪說 隨信 忍受 使命 愛道 這句話很明顯 好啊 我們要學 好啊 我們要學 好啊 我們要學 別跟人拗了 別跟人拗了 別跟人辯駁 她邪說 隨信就好 忍受 別跟她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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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识我们能不能懂 金色女是怎么教我们的 于他邪说 自己要知道邪静 随信忍受可以 为什么?避免争论 这种是致命外道 不是真的外道 应付外道可以用这个方法 不要辩论 随得他 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 我们的信心坚固 不让他动摇 愿心坚固 绝对求生静土 为什么? 现在社会上这种人很多 五变 他少说几句 影响更不大 越变 他歪理也很多 会影响更深 这种情形必须要知道的 这种是智慧 用真实智慧来处理 这种是个人 个案处理 不影响争团 这就对了 好 下面念老同我们结了一句 总结 外道种类多少 诸经不一 好多的 现在特别多 周围都见到 怎么处理 通通不摆在心里 只把阿弥陀佛摆在心里 就对了 就没错了 这样不知不行 诸经不一 大逆经道讲有三十种 涅槃经道讲有九十五种 华言经和大智道论道讲有九十六种 所谓九十六种者其中一种 乃声闻道 将声闻都算成外道 声闻是什么阿罗汉 为什么他见不到性 为什么他见不到性 他不想见性 他认为正德阿罗汉就见性 将阿罗汉的偏真涅槃 当作如来大涅槃 搞错了 会错意思了 这种是一堆 算是外道 巴伦道讲的 信声闻道者 解释 解释 是邪 声闻道是个阶段 小学毕业 好像读书一样 小学毕业就圆满 就满足 就不再上升 这种叫邪道 他应该向上提升 回小向大 行菩萨道 这就对了 他这才是个小段落 声闻 虽属于来正教 但是权法 权巧方便 不是究竟法 故亦同 如九十五种爱道并列 而称九十六种 此以金刚善于菩萨 自慧坚固 一切魔外不能动摇 后面 那句话 重要 一切魔外道 都不能动摇 好像可言老和尚那样 老和尚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他就一句阿弥陀佛 绝不动摇 念了九十二年 自在往生 为我们做出 这么好的榜样 我们要感恩 我们在香港学习 是报恩 这一生不可以空过 往生可以说 即是圆满成就 那就是往生读极乐世界 底下一段 明得幸原备 分三课 第一 调伏字他 这句是字他都讲到 我们看经文 其心正直 善考决定 论化无厌 求法不借 戒约流离 内外明洁 其所言说 令众月福 激发古 见发床 要为日 破千暗 顺正温和 直定 明察 为大导师 调伏字他 自自居居 都是我们应该要学的 从哪里开始 从心 正直 入门 下面註解 尚以御明 此下正說 這裏不是比喻了 為我們真正介紹極樂世界菩薩真實功德 右面講的那三行經文顯菩薩自覺覺他弘化利生之德 經文裡前面第一行 到內外明結 這種是治理 下面這段是說法利生 我們看註解第三行 正直 正者不邪 正名經講 正心是道場 往生論著道講的 譚聯法師註解的 正直 若方 依正 直固 生年民 一切眾生心 直心是道場 直心是道場 道場在哪裏 直心是真正道場 為什麽 為什麽呢 出生大道 佛道 菩薩道 聖文道 都是直心 出生的 心如果不直 彎曲呢 彎曲的心就是妄心 妄心生煩惱 妄心生十法界 妄心生六道輪迴 這麽重要了 用心要正直 現在救我們 誠意正心 這裏的直心 就是大學講的正心 正心從哪裏成意 佛法時時將真誠兩個字連起來 祖師大德同我們講菩提心 菩薩的心叫菩提心 菩提心體上用 菩提心的體是什麽是直心 菩提心的作用 是慈悲心 慈是語樂 悲是不苦 眾生有苦 幫助它離開苦難 這種是悲心 眾生不快樂 你能令它很快樂 發起充滿 這麽是慈心 他將它分開來講 不苦與樂 那麽就是道場 道場是從這裏建立的 如果沒有直心 寺廟起得再大再輝煌 不叫得道場 他裏頭出生道 什麼道佛道 成佛之道 菩薩道 阿羅漢道 最低限度 也是天人道 六道裏頭 人天兩道 如果心是彎曲的 是不是說顛倒的 他那個道就是三惡道 那麽就是一切化從心上生 記住 一切化從心上生 我們起心動念 要覺 這個念頭好不好 這個念頭是正還是邪 一定要清楚 如果正好和 如果是邪馬上要斷 真正修行 是在起心動念之處 起心動念 與佛菩薩 教會相應 與經教相應 正道 是邪道 同正道相違背 就是邪道 所以 修行在哪裏修 在起心動念之處 起心動念是不間斷的 前念面後念生 是直心 我們就在那裏修行 念念 是直心 行行 是得行 其心動念 足心 跟教地忠信 según 與孝敏 相應 直心 我們先能自渡 我們先能化他 我们在这里搞汉学院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来学正法 是希望将正法落实在这个地区 这就是化他 落实在自己 这种是自道 自行化他 所以这段经文就很重要了 往生论主导说 正直 药方 方正 是一个意思 以正直固 生年文 一切众生心 那就是菩提心 那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从这里生的 下面又同个地区 发华经的方便品 以诗菩提心 正直 写方便 但算无上道 发华经的方便品 第二品 佛教菩提心 佛教菩提心 没有方便法 为什么 他就是菩提心 他就是菩萨 对我们凡夫 佛事时 说方便法 小乘是方便 我们所提倡的 要求 情中同学 共同学习的 五个科目 是方便 第一个 正业三幅 作为我们修学 最高的指导原则 不可以违背 第一句 校养父母 第二句 奉事师长 第三句 持心不杀 第四句 收拾善业 这些是学法入门 老师教我们的 这种叫佛弟子 这条是第一条 四句 将校亲 尊师 摆在第一 人如果不孝父母 如果不敬师长 那就不像人了 现在是人生 来生是恶道 那不知不行 佛教我们 怎么保住人生 这四句 你这一生是人生 来生 仲得人生 收得好的 去天上了 是天人 有这些基础 才能学法 学法第二 正页三幅 第二幅 是小成 这种是人天福报 这个第一个 人天福报的基础 先能提升到小成 声闻原觉 如果这个基础都没有 怎么提升 所以校亲尊师重要 现代人传说佛罗 社会变成禁乱 第二 小成 只有三句 授持三规 巨足仲界 不凡威夷 三幅第二 三幅第二条 授持三规 就是 歸依法 歸依法 歸依正 以法法僧 为老师 念念 不舍 依教奉行 再向上提升 大成 发菩提心 大成最重要的是 发心 没有菩提心 不收得大成法 各位要知道 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最重要的是 大成心 发菩提心 深信 深信恩果 独众大成 劝进行者 发菩提心 放在第一 发心之后 要真做 心发菩提心 落伤不到 无法 这是口头上的 不是真正回头 心信 深信恩果 什么恩果 这个恩果 不是写在第一句 是写在最后一条 这个恩果是 念佛是恩 成佛是果 大成 大成说到最究竟处 就是静宗 信愿持明 有真信 真愿 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 求生淨土 没有一个不往生 没有一个不成佛 但是这个法门 一切诸佛都说 难信之法 圣佛 哪有这么容易的 就这么容易 所以你不会信 正常 诸佛都说了 你如果一听就相信 你这个人不正常 所以 遇到人不相信我 正常 佛讲得没错 我们自己就是不正常 我们这个不正常 是从正常来的 也不是一说 就接受的 学了三十年才相信 所以 我对这句话 看会好心 难信之法 难信之法 真难信 一听就相信 真的 不平凡 不是凡人 善根 无比 深厚 他才能接受 我还真见过 往生之前 那一两个小时 真相信 真相信 你看 学佛学一世 到临命中时快断气 才相信 得不得得 他真往生 谁上稀有 证明 四十八愿 第十八愿是真的 就算造造五亿十岸 无间地狱的罪孽 你临终一口气 还未断 你能回头 能忏悔 能真相信 一点怀疑都没有 念佛求生 佛仲是会来接引你 阿彌陀佛 太慈悲 太伟大了 不嫌弃你 还接引你往生 往生的品位 在你忏悔的程度 真的百分之百忏悔 尚品尚生 那就是一刹螺之间 真正忏悔 还带着有稍微雜气 品位就往下去了 所以平时要养 亦即是要养 要养 养什么 不亲 不探 不痴 这些重要 临命中时 贪嗔痴母 品位高 带着贪嗔痴的时候 品位就低 四肚三贝九品 这种是佛对菩萨 所以正值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无上道就是念法 求生淨土 到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法 这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 是大福特 真正的俗佛为名 为往性计绝学 我们不可以看着中国传统文化 在这一代人手上灭亡 这种罪过不得了了 老祖宗辛辛苦苦 传了五千年 你怎么可以把它丢掉 那怎么传法必须有人 我们要培养一批年轻人 有能力认识中国汉字 有能力读文言文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老师教我们 熟读五十篇古文 就是背诵 你就有能力读四部传书 有能力背一百篇古文 文言文 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 教我们 教我们 我们听懂了 我们亦记在心道 没有认真学 我们只读了几篇 老师要求五十篇 我们大概只读了五篇 十分之一 所以读书真的要掌握着少年 年纪大了不行了 我跟老师三十一岁 老师四十岁就不修了 四十岁想入那班经学班 老师不修 你年纪太大了 所以我们更勉强被修容 将时间精神都用在经教上 居然说 不知扎根重要 老师的时候 没有讲这句话 如果讲这句话扎根重要 我们还是好听话的 我们将全部精神用在经教上 现在我们懂 我们爱回小朋友 我们教小朋友 一定要读 读次数 每日至少讀三十次 日日要讀讀三十次 日日要讀新的 能力每个人不同 这种是品负不同 标准是十次 例如这篇文章古文 你读十次就能完全背中 这就是你的能力 有些人三次就会背 有些人六七次才会背 十次十次是最大的限度 十次不会背 就要减少 就不要叫他背这么长的文 找短文 总而言之就是 以五次为标准接种 三次是天才 五次是普通的 一般五次他就会背 就适合他的程度 每日叫他背书 读多少次 读三十次 读五十次 读一百次 读满三千次 是一个大阶段 一千次是一个小阶段 应该是三千次的时候 其宜自见 老师不用说 意思他都懂 那篇文章的意思 叫学生说 能说多少 说多少 老师不讲解的 老师听你次数读够之后 听你讲 所以 禅中讲 这种叫家珍 你自家的真宝 智慧 如果听老师讲的 那是门外得来的 又门而任 不是家珍 不是你自己的宝贝 你自己宝贝 是在你家 一定是 三千次读完之后 讲给老师听 老师项头 就考试通过了 做老师的 不是很辛苦 辛苦什么 看着学生讲 读促他 怕他偷懒 老师就是这个责任 真正启发他的智慧 智慧开了老师的功当 我看将来 我们那个汉学院的教学 要采取中国古人的方法 将每个人 自圣里面的般若智慧 引发出来 这种教育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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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无论看什么 他都看得懂 他都明白 不是说这些我学过 那些我还没学过 没学过就不懂 这种不行 四副传书 随便 抽一张给你 没有说不通的 没有你不会讲的 这种叫真的通 这个方法我们要将它传去西方 西方没有这种教学理念 没有这种方法 我们要帮助它 下面法华文句 智者大师的著作 它里面的解释说 五成是曲 而非直 五成是人成天成声闻 圆角菩萨 这种叫五成 五成不是佛的真实说 说法 是方便法 曲就是方便法 通教别教 偏旁而非正 这些也不是佛真正想教人的 通教别教是天台家盼教 四教藏通别源 藏是小成通通大成 别是不同小成 这些都叫旁 都叫骗 不是正 那什么是正 正直 之一度 为是原教之一成 原教先是明心见性 见性成法 这种是由学教而见性的 参禅见性的 持咒见性的 念法见性的 所以翻门多 无靓无边的翻门 门门都能见性 见性成法 所以说翻门平等 无有高下 为什么 我们用经典说 每一部经典 其实都是无量义 不单只这部经是无量义 这段经文是无量义 再跟你说 它里头一个字是无量义 甚至说个音声是无量义 你能不能体会到 华言经道有句话说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一即一切 一切即日 般若经道说的 懂不懂意思 懂问题就解决了 任何一法里头 有一切法 一样无缺 变一法 一粒微尘 佛讲的 一粒微尘 极微之微 一粒微尘 里面是什么 里面有整个宇宙 现在科学讲的 全色影响 可以做证明 全色影响 它是用两道激光 影成的相 然后再用一道激光 照它的时候 画面显出来 你将那张相撕成两张 在激光之下照它是完整的 你将它撕成一百张 十万张 一张都是完整的 同你讲 你将它撕成一万张 十万张 八万张 一张都是完整的 那就是 一即是多 多即是因 这种是什么 盛达 自性本有的得能 所以 你一个字通了的时候 全通了 按照这个道理来说 一个字通了 明心见性 全通了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它里头 微妙到极处 所以 科学可以给我们做证明 我听念佬说 静修至要的时候 他就提到 他亦说到 全式拍照 这种 说明 一多 不二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所以 你一门懂了 门门都通了 一个字 认识了 中国的汉字 总共 将近一万字 你全式了 那叫什么 那叫明心见性 见性的人 先不痛 未见性的人 他做不到 他一个就是一个 两个就是两个 他无办法 直到一职一齐 一齐职日 原教就是 一齐职日 一职一齐 一齐 故其心正直 归根结底 所以就用這個心,他的心正直,表菩薩之心,遠離偏曲,偉曲遠轉之教,偏同曲,偉曲都不圓滿。 所以大乘,圓滿的經,遠教的一乘,話嚴,發話,繁網,他們是大家供應的三部一乘教。 但是對一個靜得一心不亂的人來說,他是一切教,不是一種。 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講的一切經教,他傳通,他沒有一樣不通, 這樣講是真的,不是假的。 出世間發通,世間一切發傳通,沒有絲毫障礙。 這就是原教一乘,其心正直者,表菩薩之心,遠離偏曲之教, 為是一乘原法,方講平靜,其則如風之大白牛車也。 這個大白牛車是比喻,古時候交通工具。 最大的車是馬車,馬車還可以兩匹馬拉,四匹馬拉,六匹馬拉斜。 它的速度快,容量大,用它來做比喻。 一通,一齊通。 為什麽? 全是自稱現的,自稱是真心,真心現的,用真心就一切都圓滿正得。 用網心不得,網心裏面有障礙,好像一格一格那樣。 你能通到幾個格仔,不會圓滿。 唯有大乘真心無界限。 網心界限是無量無變。 我們現在用網心不用真心。 問題出在這裏。 真正佛法。 學到一定程度。 自稱開發了,明心見性, 這樣就能從一發見到一切法。 從一發明白一切法。 這樣才算成功,這樣才算畢業,畢業就成佛了。 現在時間到了,我們就學到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我來的小 Ziel。 在這裏。 我來的小意思。 在這裏。 在這裏。 自己一切都,你哪個小意。 在這裏。 承認。 他在聲音者。 我來的小意思。 我來的小意思。 你在這裏。 我來的小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